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们好 我是武方 最近这段时间呢有一些忙 所以呢做饭的那个给大家做的也是有点少 今天呢咱们做两个菜 这些日子忙的原因 今天主要是看到这个疫情吧特别严重心情特别不好 而且呢现在人吧这些怎么说呢 人会后面有磨难的 所以就想在网上大量的跟大家讲真相 这个吧占用时间特别多 每天都要给大家去讲真相 还有播音什么的 主要是这个 占的时间多一点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两个菜 今天买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就这个 今天呢给大家就是做这个大家伙 大螃蟹 买了四个螃蟹 四只 还都是这个母蟹 这季节啊就这样 这季节吧这螃蟹是 非常肥啊很重 然后呢大葱姜 那些个 这些吃货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吧 一准备这个螃蟹葱姜那肯定就是葱姜菊 好那一会儿我们就给大家做这个菜 还有一道菜呢就是一个蔬菜 这个口馍 木耳 还有这个油菜 干什么呢就是做一个蚝油口筑 做两个菜一荤一醋 好现在咱们就话不多说 开始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葱啊切成这种小葱段 多一点啊 好就这些 姜 姜呢把它切成这个姜丝 把姜的切成丝 它更好入味 不需要太细啊 好这两样准备好 准备 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四个太多 所以我们呢就做两个啊 我们呢把这个蟹黄呢处理一下啊 然后一会儿这个蟹黄呢 我们要做一个烤蟹盖 然后这个呢需要整理一下啊 然后这个呢需要整理一下啊 这个呢 它这个肚子里这蟹里边哈也有蟹黄 所以要挤一下出来 不要了 这个呢这个部分是螃蟹的肺 它的肺部 这个东西呢脏 所以呢也不要了 好这些黄呢准备好了 我一会儿呢备用啊 需要把这螃蟹呢切开 切成三段呢就差不多了 好现在呢这螃蟹切开了啊 切开以后呢需要蘸一下淀粉 把它每个都蘸一下 然后呢啊放油里炸 我们刚才的那个蟹黄啊 把这米饭放到里边去 把它搅匀 加一点点的盐 糖 胡椒粉 大葱 葱末 然后把这个蟹黄灌上这个 灌到蟹盖里 好咱们这个烤蟹黄盖啊 我们现在呢选择到烤海鲜 好海鲜 时间 我们切好的葱虾 现在下锅 我们切好的葱虾 这样多煸炒一会儿啊 因为把它煸出葱姜味道 然后螃蟹 来 酱油 糖 白醋 一点点 慢慢的翻起来 小火了 焖一点 好 出锅了 好 我们下一道呢 就是这个蔬菜啊 熬油 口螺 白糖 白糖 这是沸腱 这是水电盒的啊 剥一下汁 香油 咱们呢 今天这期的两个菜一荤一素就算做完了 做的好吃不好吃呢 大家试一试啊 试完了亲手 试完了以后自己尝一尝怎么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感谢您的这个订阅 与给大家的分享啊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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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 我的善酒